好,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七讲,组织市场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组织市场一个概述 那么首先给大家说一下组织市场一个构成 那么它是指所有为满足其需求而购买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结构所构成的市场 那么组织结构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企业 可以称为企业,大家看这个图,一共有三个层次 那么第一层次我们称之为产业市场 产业市场呢主要包括农、林、牧鱼以及制造业等 那么在产业市场里面最重要的构成的企业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制造业 那么中间商市场包含批发商、零售商、分销商等等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沃尔玛、加勒福 他们都属于中间商市场 而政府市场呢,这个比较显而易见 那肯定是由我们各级政府机关机构来构成 好,大家看 相对于我们前面讲到的消费者市场 组织市场 它是以什么组织为层面的 那么其中啊,我们重点要看一下产业市场和中间商市场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具体看一下 关于组织市场一个购买行为的特点 那么一共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派生需求 那么什么是派生呢 也就是说,在组织市场里面产生的需求 可能不是企业本身 而是由消费者产生 比如说,消费者喜欢穿皮鞋 那么你一个做鞋的企业 你为什么要采购皮革呢 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从而导致你企业对皮的一个需求 我们称之为派生需求 好,那么第二个特点是关于过程复杂 过程复杂体现于很多方面 比如说,一个企业 它在采购原材料的时候 它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 比如说价格 比如说渠道等等 参与人员很多 这就是说第三个特点 多人决策 那么与我们个人的购物相比 比如说我饿了 我去买汉堡也好 我去买包子油条也好 这都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决定的 但是在一个企业里面 你要做决定 必须经过多人 共同的决策 比如说有市场部门 有技术部门 有财务部门 最后还有决策部门 等等 是一个多人决策的过程 那么最后一个特点是提供服务 那么企业市场 它的采购 不仅是采购产品 还要相应的提供服务 比如说我采购电脑 那么我采购电脑完以后 我使用 我使用过程中出现任何的问题 需要你电脑的生产厂商 给我提供服务 那么这个呢 非常重要 在我们个人的消费者市场里面 服务体现的并不明显 但是企业 或者我们的组织市场里面 提供服务是必须的 那么这是关于组织市场 购买新闻一个特点 好 那么关于组织市场 一个简单的概述 就给大家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